今年上半年的月榜单可以说是沙的昏天黑地 轩逸、卡罗拉、朗逸轮番冲击冠军宝座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如今这几款车也是一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 而从已经揭晓的七月销量榜单来看 日系车是独领风骚 前三名日系占两个独揽一二名 难道真的是日系车的天下了吗 第三名大众朗逸销量3.35万辆 作为A级市场的明星品牌 朗逸能坐到这个第三的位置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说实话还替朗逸觉得委屈 Lavida这款车型自从上市到现在 在中国消费者眼中可以说是好评如潮 毕竟这款车型既保持了德国设计的优秀品质 又融合了很多中国传统审美理念 至于为什么排到了第三 也许是因为有点小贵吧 第二名东风轩逸销量3.46万辆 轩逸向来很少做宣传 可知名度却还能够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 也许是因为名字起的和很多品牌相似吧 日系车和韩系车在我眼中大多都是一个样子 舒适便宜油耗低 第一名丰田卡罗拉销量3.54万辆 这个说老实话我是没想到的 卡罗拉这款车子外形可以用厚重老实来形容了 典型的嘉语轿车 也许是因为这台车子的前身是A186吧 回头我去看看最近电影频道是不是在放我周董的头文字D 这可是免费的广告啊 好好聊天 卡罗拉这款车除去油耗低之外 驾驶平稳舒适 加上内饰人性化 确实是许多人购买嘉语轿车的首选之一 以上三款车你更喜欢哪一辆呢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